道宣大师对传统的律学著作 做出了具体的颤识 对传戒和授戒等戒法制度 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还按照戒律的精神建造了戒坛 制定了授戒的规范 道宣大师在律学上的主要成就 就在于他对于四分律的开宗洪化 除了弘扬律宗之外 道宣的佛教史著作 也对中国的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道宣在靖夜寺撰写了 很多部相当有历史价值的佛教史著作 重要的有旭高僧传三十卷 内容是从阳代开始到唐征冠十九年 那么旭高僧传风科严谨 文词优美 成为后世撰写高僧传 一类史记的典范 集神舟三宝感通录三卷 记录了历代佛法僧三宝 在全国各地的灵异的感应的事迹 广宏明集三十卷 收录了魏晋到隋唐以来的 珍贵的佛学论文 辩论文章以及帝王的招书等 是研究从魏晋到隋唐 佛教思想的重要的典籍 集古经佛道论痕四卷 记载了从东汉明帝到唐太宗年间 佛道两家宗论的史实 以及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 是研究佛教史与道教史的重要的著作 道宣大师的这些著作呢 保存了相当丰富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 有着很高的价值 宋高森传案的作者赞宁 称赞道宣大师说 宣治持虑 深圳筑前 宣治边修 美流天下 道宣大师去世的时候 由于道宣在弘扬律学方面的卓越的贡献 唐高宗招令 天下所有的寺院都要画上道宣大师的画像 来追念和学习道宣的德行 同时高宗还让当时著名的塑像名师 韩伯通给他竖了相 到了唐木宗的时期 唐木宗还专门做了一首南山律师赞 来总结和颂扬这位律宗的开山祖师 其中写道 带有绝人 带有绝人 为如来使 龙鬼归降 天人奉事 身非五天 此境万里 金屋西尘 佛日东举 其手归一 赵律宗主 唐木宗被道宣大师推崇备 这样的当代律宗的泰山白斗级的人物 我要表示无限的尊从和 仰慕 皇帝的这篇赞词 既表现出了最高统治者 对道宣高深道恨的肯定 同时也流露出对他惜归不归的 不舍和挽留 中国佛教律宗 一直以南山道宣作为正宗 海内外汉传佛教系统的戒律制度和形式规范 都以南山敬业寺的律法作为标准 道宣大师 毕其一身的经历 从事律学的弘扬 撰写律学著作和僧传 一直到今天 持守戒律仍然是佛教僧团 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的保障